金庸武侠小说 神雕侠旅 第十七回 绝情幽谷 播讲 桑小林 四尘阳过醒来 走出石屋 昨晚黑暗中没看得清楚 原来四周草木清脆玉滴 繁花似景 一路上已是风雾佳盛 此处更是个罕见的美景之地 信不而行 只见路旁星鹤三二 白鹿成群 松鼠小兔竟是贱人不惊 转了两个弯 那绿山少女正在道旁摘花 见她过去 招呼道 阁下起得好早 请用早餐吧 说着 在树上摘下两朵花 递给了她 杨过接过花来 心中嘀咕 难道花也吃得 却见那女郎将花瓣一半半的摘下 送入口中 于是学她的样 也吃了几瓣 入口香甜 方干自密 更威有熏熏然的酒气 正感心绳俱畅 但嚼了几下 却有一股苦涩的味道 但要吐出 四觉不舍 要吞入肚内又有点难以下咽 她细看花束 见枝叶上生满小刺 花瓣的颜色 却是娇艳无比 似芙蓉而更香 如山茶而增艳 问道 这是什么花 我从来没见过 那女郎道 这叫做情花 听说世上并不多见 你说好吃吗 杨过道 上口极甜 后来却苦了 这花叫做情花 名字倒也别致 说着 伸手去又摘花 那女郎道 哎 刘神 树上有菜 别碰上了 杨过避开枝上千刺 落手甚是小心 起只花朵背后又隐藏着小刺 还是将手指刺损了 那女郎道 这谷叫做绝情谷 偏偏长着这许多情花 杨过道 为什么叫绝情谷 这名字 确实 确实不凡 那女郎摇头道 我也不知什么意思 这是祖宗传下来的名字 爹爹或者知道来历 二人说着话 并惊而行 杨过鼻中闻到 一阵阵的花香 又见道旁白兔小鹿来去奔月 甚是可爱 说不出的心旷神怡 自然而然的想起了小龙女来 躺在身旁 陪我同行的是我姑姑 我真愿永远住在这 再不出谷去了 刚想到此处 手指上刺损处突然剧痛 伤口微细 痛处竟然厉害至极 宛如胸口目的里给人用大铁锤猛击一下 忍不住啊的一声叫了出来 盲将手指放在口中吸云 那女郎淡淡地道 想到你意中人了 是不是 杨过给他猜中心事 脸上一红 齐道 诶 你怎知道 女郎道 身上若给情花的小刺刺痛了 十二个时辰之内不能动相思之念 否则苦难难当 杨过大骑 道 天下竟有这等怪事 女郎道 我爹爹说道 情之为物本是如此 入口甘甜 回味苦涩 而且变身是刺 你就算小心万分 也不免为其所伤 多半因为这花有几般特色 人们才给它取上这个名 杨过问道 那干嘛十二个时辰之内不能 不能 相思动情 那女郎道 爹爹说道 情花的刺上有毒 大凡 一人动了情欲之念 不但血型加速 而且血中生出一种 不知什么都不是来 情花刺上之毒 平时愚人无害 但一遇上血中这些物事 历史使人痛不可当 杨过听了觉得也有几分道理 将信将疑 两人缓步走到山阳 此处阳光照耀 地气和暖 情花开放得早 这时已结了果实 但见果子或青或红 有的青红香杂 还生着蓉蓉细毛 就如毛虫一般 杨过道 那情花何等美丽 结的果实却这么难看 女郎道 情花的果实是吃不得的 有的酸 有的辣 有的更加臭气难闻 众人欲偶 杨过一笑 道 难道就没甜如蜜糖的吗 那女郎向他望了一眼 说道 有是有的 只是从果子的外皮上去瞧不出来 有些长得极丑怪的 味道到甜 可是难看的又未必一定甜 只有亲口试了才知 十个果子九个苦 因此大家从来不去吃它 杨过心想 他说的虽是情花 却似是在比喻男女之情 难道相似的情味出事虽甜 到后来必定苦涩吗 难道一对男女倾心相爱 到头来定是丑多美少吗 难道我这般苦苦的念着姑姑 将来 他一想到小龙女 突然手指上又是几下剧痛 不禁右臂大抖了几下 才知那女郎所说果然不虚 那女郎见了他这等模样 嘴角微微一动 似乎要笑 却又忍住 这时朝阳斜射在他脸上 只见他眉目清雅 肤色百里泛红 甚是娇美 杨过笑道 我曾听人说故事 古时有一个什么国王 烧风火戏弄诸侯 送掉了大好江山 不过为求一个绝代家人之一笑 可见一笑之难得 原是古今相同的 那女郎给杨过这么一斗 再也忍耐不住 咯咯一声 终于笑了出来 杨过见他一直冷冰冰的 心存三分忌惮 此时这么一笑 二人之间的身分隔阂 瞪失去了大半 杨过又道 世上皆知美人一笑的难得 说什么一笑倾城 再笑倾国 其实美人另有一样 比笑更是难得 那女郎正大了眼睛 问道 那是什么 杨过道 那便是美人的名字了 见上美人一面 已是极大的缘分 要见他奄然一笑 那便需祖宗积德 自己还得修行三世 他话未说完 女郎又一咯咯笑了起来 杨过仍是一本正经的道 至于要美人亲口吐露方明 那真须祖宗十八代 广积阴功了 那女郎道 我不是什么美人 这谷中从来没有艺人说过我美 你又何必取笑 杨过常叹一声 道 哎 怪不得 这商谷叫做绝情谷 但以我之见 还是改一个名字的好 那女郎道 改什么名字 杨过道 应该称作盲人谷 女郎奇道 为什么 杨过道 你这么美丽 他们却不称赞你 这谷中所居的不都是瞎子吗 那女郎又是咯咯娇笑 其实她容貌 虽也算得上等 但与小龙女相比固然远为不及 较之成英之柔 路无双之翘 似乎微贱逊色 只是她秀雅脱俗 自有一般清零之戏 她一生之中 却是无人赞过她美貌 因他们中所习功夫 近乎缠门 个人相见时 都是冷冰冰的不动声色 旁人心中纵然觉得她甚美 绝无哪一个胆敢宣之于口 今日呼吁杨过 死人却生性跳脱 越是见她端言自持 越是要逗她 除却那一番巨人千里之外的无情神态 她听了杨过之言 心中喜欢 笑道 岂怕你自己才是瞎子 将一个丑八怪看作了美人 杨过板着脸道 我看错了也说不定 不过这谷中要太平无事 女人是笑不得的 那女郎奇道 为什么 杨过道 古人说一笑清人城 再笑清人国 其实是写了个别子 这个别子非国土之国 该当是山谷之谷 那女郎微微弯腰 笑道 多谢你 别再逗我了好不好 杨过见她腰枝恶 上身微颤 心中不禁一动 岂之这一动心不打紧 手指尖上却有一阵疼痛 那女郎见她连连挥动手指 危感不快 称道 我跟你说话 你却去思念你的意中人 杨过道 冤枉啊 冤枉啊 冤枉 我为你手指疼痛 你却来怪我 那女郎满脸飞红 突然发足急奔 杨过一言出口 心中已是懊悔 我记心意向着姑姑 这不归不矩的坏脾气 却何以始终不改呀 杨过啊杨过 你这小坏蛋 可别再胡说八道了 他天性中 时代了父亲的三分轻薄无赖 虽然并无歹意 但和每个少女调笑几句 招惹一下 害得人家意乱情迷 却是她心之所喜 那女郎奔出树杖 呼得停住 站在一株情花树下面 垂下了头呆呆出神 过了一会儿 回过头来 微笑道 若是一个丑八怪 把名字跟你说了 那定是你祖宗十八代 坏事做得太多 以致疑惑子孙了 杨过走近身去 笑道 你偏生爱说反话 我祖宗十八代 做了这么多好事 到我身上 总该好友好抱吧 这几句话 还是在赞对方之美 他脸上微微一红 低声道 说便跟你说了 你可不许跟第二个人说 更不许在旁人面前叫我 杨过伸了伸舌头道 唐突美人 我不怕绝子绝孙嘛 那女郎又是奄然一笑 道 我爹爹父姓公孙 他总是不肯直说几名 要绕个弯 杨过插嘴道 但不知姑娘叫什么 那女郎鸣嘴笑道 那我可不知道了 我爹爹曾给他的独生女儿 取个名字 叫做绿鳄 杨过赞道 果然名字跟人一样美啊 公孙绿鳄将姓名跟杨过说了 跟他又亲密了几分 道 待会儿爹爹要请你相见 你可不许对我笑 杨过道 笑了便怎地 公孙绿鳄叹道 唉 若是他知道我对你笑过 又助我将名字跟你说了 真不知会怎样罚我呢 杨过道 也没听见过这样严厉的父亲 女儿对人笑一下也不行 这般如花似玉的女儿 难道他就不爱惜吗 公孙绿鳄听他如此说 不禁眼眶一红 道 从前爹爹是很爱惜我的 但自我六岁那年妈妈死后 爹爹就对我越来越严厉了 他娶了我新妈妈之后 不知还会对我怎样 说着 留下了两滴泪水 杨过安慰道 你爹爹婚后心中高兴 定是带你更加好些 绿鳄摇头道 我宁可他带我更凶险 也别娶新妈妈 杨过父母早死 对这般心情不大了然 有意要逗他开心 道 你新妈妈一定没你一半美 绿鳄盲道 你偏说错了 我这新妈妈才真是个美人呢 爹爹可为他 为他 昨儿我们把那姓周的老头捉了来 若不是爹爹忙着安排婚事 绝不会再让这老顽童逃走 杨过又惊又喜 问道 老顽童又逃走了 绿鳄秀眉微醋 道 可不是吗 二人说了一阵子 朝阳渐渐升高 绿鳄目的惊觉 道 你快回去吧 别让师兄们撞见我们在一起说话 去禀告我爹爹 杨过对他处境油然而生相怜之意 伸左手握住了他手 右手在他手背上轻轻拍了几下 意识安慰 公孙绿鳄眼中露出感激之色 低下头来 突然满脸红韵 杨过生怕想到小龙女手指右痛 快步回到所居的食屋 他尚未进门 就听得马光佐大叫大嚷 埋怨清水清菜怎能果腹 又说这些苦不苦甜不甜的花瓣也叫人吃 那不是谋财害命吗 尹克西笑道 马兄 你身上有什么宝贝 当真是好好收起 我瞧着谷主那有点不怀好意呀 马光佐不知他是取笑 连连点头称是 杨过走进屋去 只见石桌上堆了几盘情花的花瓣 人人都吃得愁眉苦脸 想起连金轮法王这大和尚也受情花之累 不禁暗暗好笑 他拿起水杯来喝了两口 只听门外脚步声响 走进一个绿山人来 拱手拱身 说道 谷主有请六位贵客相见 法王 尼摩兴等人 均是一派宗师 不论到什么处所 主人总是亲自远迎 连大蒙古国四王子忽必烈 也是里竟有加 却不到来到这深山幽谷之中 主人却如此大咧咧的无礼相待 个人都是心头有气 均想 待会儿见到这鸟谷主 可要他知道我的厉害 六人随着那绿山人向山后走去 行出离许 忽见迎面绿幽幽的好大一片竹林 北方竹子极少 这般大的一片竹林更是罕见 七人在竹林黄中穿过 闻到一阵阵淡淡花香 邓觉繁俗尽销 穿过竹林 突然一阵清香有致 眼前无边无际的全是水仙花 原来地下是浅浅的一片水糖 身不欲齿 种满了水仙 这花也是南方之物 不知何以竟会在关落之间的山顶出现 法王心想 必是这山峰下生有温泉之类 以致地气其暖 水塘中每隔四五尺便是一个木桩 引路的绿山人身形微晃 纵越踏桩而过 六人一样而为 只有马光左身去笨重 轻功又差 跨步虽大却不能一跨便四五尺 踏倒了几根木桩之后 索性涉水而过 青石板路近处 摇见山音 有座极大石屋 七人走近 只见两名绿山童儿 手持扶尘 站在门前 一个童儿进去禀报 另一个便开门迎客 杨过心道 不知谷主是否出门迎接 思念未定 石屋中出来一个身穿绿袍的长须老者 这老者身材极矮 不渝四尺 五月朝天 相貌清奇 最奇的是一丛胡子直垂至地 身穿墨绿色布袍 腰束绿色草绳 形貌极是古怪 杨过心道 这谷主这等怪目怪样 生得女儿却美 但老者向六人深深打工 说道 贵客光临 幸何如知 请入内奉茶 马光左听到这个茶子 眉头深皱 大声道 喝茶吗 什么地方没茶了 又何必定要到这里来 长学老者不明起义 向他望了一眼 躬身让客 尼摩兴心道 我是矮子 这里的谷主却比我更矮 矮是你矮 武功却是看谁强 他抢先先行 伸出手去 笑道 幸会 幸会 拉住了老头的手 随即手上使劲 愚人一见两人伸手相握 各自让开几步 要知两大高手较劲 非同小可 尼摩兴手上先使两分劲 只觉对方既不还击 亦不抗拒 违感奇怪 又加了两分劲 但觉手中似乎握着一段硬木 他跟着再加两分劲 那老者脸上微微闪过一阵绿气 那只手 仍似木头一般僵直 尼摩兴大感诧异 最后几分劲不敢再使将出来 生怕全力失为之际 对方突然反击 自己抵挡不住 当下 哈哈一笑 放脱了他的手 金轮法王走在第二 见了尼摩兴的情状 知他没能视出那老者的身前 今想 对方虚实不明 自己不必妄自出手 当下 双手合十 大大方方的走了进去 萧香子 引克西二人鱼贯而入 再其次是马光左 他见那老者长须垂地十分奇特 他一早没吃过什么东西 几朵情花只有越吃越饿 这时 激活与怒火交病 进门时突然伸出大脚 往那老者长须上踹去 一脚将他的须尖踏在足底 那老者不动声色 道 贵客小心了 马光左另一只脚也踏到了他须上 道 怎么 那老者飞一摇头 马光左站立不稳 猛地里仰天一跤摔倒 这样一个巨人摔降下来 实施一件大事 杨国走在最后 急忙抢上两步 身掌在他屁股上一拖 掌上发劲 将他庞大的身躯弹了进去 马光左站装立稳 双手摸着自己屁股发愣 那老者恍若未见 请六人在大厅上携手坐下 浪声说道 贵客已至 请谷主见客 杨过等都是一惊 原来这矮子并非谷主 只见后堂转出十来个绿山男女 在左边一字站开 公孙绿鄂也在其内 又隔片刻 屏风后转出一人 向六人一衣 随随便便地坐在东手椅上 那长须老者垂手站在他椅子之侧 乔那人的气派自然是谷主了 那人四十五六岁年纪 面目英俊 举止潇洒 只这么初听来一衣一坐 便有喧喧高举之概 只是面皮腊黄 容颜枯稿 不似身有绝技武功的模样 他一坐下 几个绿衣童子献上茶来 大厅内一切陈设均上绿色 那谷主身上一件袍子 却是崭新的宝兰段子 在万绿之中 显得甚是抢眼 谷主绣袍一服 端起茶碗道 贵客请用茶 马光左见一碗冷冰冰的茶 水面上漂浮着两三片茶叶 想见其淡无比 发作道 主人哪 你肉不舍得吃 茶也不舍得喝 无怪满脸病容了 那谷主皮肉不动 喝了一口茶 说道 本谷数百年来 一直如素 马光左道 那有什么好处 可是能长生不老吗 谷主道 自毕祖上于唐玄宗时 前来谷中隐居 如素之界 子孙从不敢破 金轮法王拱手道 原来尊府自天宝年间 便已迁来此处 真是势则绵长了 谷主拱手道 不敢 萧香子突然怪声怪气的道 那你祖宗见过杨贵妃吗 这声音异常奇特 尼摩星尹克西等听惯了他说话 君觉有意 都转头向他脸上瞧去 一看之下 更是吓了一跳 只见他脸容呼的全然改变 他本来生就一张僵尸脸 这时显得更加诡异 法王尼摩星等心下暗自忌惮 君想 原来此人的内功竟然如此厉害 连容貌也全变了 他暗自运功 是要历时发难 对这谷主意显颜色吗 个人想到此处 各自戒备 只听谷主答道 毕姓史千祖 当年却是在唐玄宗朝上为官 后见杨国中混乱朝政 这才愤而隐居 萧香子 咕咕一笑 说道 那你祖宗一定喝过杨贵妃的洗脚水了 死言一出 大厅上人人变色 这句话自是向谷主下了战书 顷刻间就要动手 法王等都觉诧异 这萧香子本来极为阴险 诸事都让旁人去挡头阵 今日怎地如此奋勇当先 那谷主并不理睬 像站在身后的长须老头一扶手 那老者大声道 谷主 敬你们事客 以礼相待 如何任地胡说 萧香子又是咕咕一笑 怪声怪气的道 你们老祖宗当年非喝过杨贵妃的洗脚水不渴 倘若没喝过 我把头割下来给你 马光佐大感奇怪 问道 萧香兄 你怎知道 难道你到日一起喝了 萧香子哈哈大笑 声音又是一变 说道 要不是喝洗脚水 喝反胃 怎么不吃荤腥啊 马光佐鼓掌大笑 叫道 对了 对了 定是这个道理 法王等却眉头深重 君爵 萧香子此言未免阔火 向个人饮食自有习性 如何拿来取笑 何况六人深入谷中 眼见对方绝非善类 就算动手较量 也该留下余地为事 那长嘘老头再也忍耐不住 走到听心 说道 萧香先生 我们谷中可没得罪你啊 阁下既然定要伸手较量 就请下场 萧香子道 好 只见他连人带椅越过身前桌子 蹬的一声 坐在听心 叫道 长胡子老头 你叫什么名字 你知道我名字 我可不知道你的 动起手来太不公平 这个眼前亏 我是万万吃不起的 这几句话似通非通 那长嘘老人更增怒气 只是他见萧香子 连以飞跃这手功夫 飘逸灵动 非同繁俗 戒心却就深了一层 那谷主道 你跟他说吧 不打紧 长嘘老人道 好 我姓凡 名叫伊翁 请站起来赐招吧 萧香子道 你使什么兵器 先取出来给我瞧瞧 樊伊翁道 你要比兵刃 那也好 幼族在地下一顿 叫道 取来 两名绿衣童子奔入内室 出来时 尖头扛了一根长约 一丈一尺的龙头钢杖 杨阔等都是一惊 如此长大沉重的兵人 这矮子如何使用 只见萧香子 理也不理 从长袍底下取出一柄极大的剪刀 说道 你可知道这剪刀用来干什么的 众人见了这把大剪刀不过觉得稀奇 杨过却是大失一惊 他也不用伸手到衣囊中去摸 背脊微微一挺 便察觉囊中大剪刀已然失去 心想 这大剪刀是缝铁匠给我打的 原来是要以剪断李莫愁的扶尘 怎么浙江师竟在夜中偷偷摸了去 我可半点也没知觉 樊伊翁接过钢杖 在地下一顿 石屋大厅即是开阔 钢杖一顿之下 震出嗡嗡之声 加上四臂回音 时事声势非凡 萧香子右手拿起剪刀 手指尽力张持 方能使剪刀开合 叫道 喂 爱胡子 你不知我这宝剪的名字 可要我教你 樊伊翁怒道 你这般旁门左道的兵镇 能有什么高雅名字了 萧香子哈哈大笑 道 不错 名字确实不雅 这叫做狗毛剪 杨过心下不快 我好好一柄剪刀 谁要你给取这么一个难听名字 只见萧香子又道 我早知这里有个长胡子怪物 因此去定造了这柄狗毛剪 用来剪你的胡子 马光佐与尼摩星纵声大笑 尹克西与杨过也忍不住笑出声来 只有金轮法王端言自持 和那谷主格作相对 两人竟似没有听见 樊尼翁提起钢杖 微微一摆 激起一股风声 说道 我的胡子 人嫌太长 你爱做剃头的代招 那是再好也没有 请吧 萧香子抬头望着大厅的横梁 呆呆出神 似乎全没听到他的说话 猛地里右臂闪电般向前伸出 咔的一响 大剪刀往他胡子上剪去 樊尼翁万料不到他身坐椅子 就会陡然发难 危机中不及闪避 钢杖急撑 身子向上跃起 一个金斗翻高仗鱼 钢杖却仍是支在地下 萧香子这一下发动极快 樊尼翁也闪得甚是迅捷 这一剪一臂 两位高手在一刹那之间 录了上乘功夫 但樊尼翁终于吃亏 再给对方攻了个措手不及 虽然让开了这一剪 还是由三斤胡子给剪刀尖头剪断了 萧香子甚是得意 左手提起胡子 张口一吹 三斤胡子向桌子自己那碗茶飞去 乒乓一声 茶碗落在地下打得粉碎 杨过等皆知萧香子故弄玄虚 推落茶碗的只是他所吹的那一口劲气 马光左却不明其理 直到三根胡子被他这么一吹 竟能生出任大力量 大声叫道 萧香子 你的胡子好厉害呀 萧香子哈哈一笑 剪刀一开一夹 叫道 爱胡子 你想不想再试试我的狗毛剪呢 众人见他虽然纵声长笑 脸上却是皮肉不动 越来越是惊异 心想 内宫殿道上乘境界 原可喜怒 不形于色 甚至无称无喜 但如他这般笑得极为喜欢 脸上却是阴森可步 实事从所未见 他脸色实在太过难看 众人只瞧上一眼便急转头 樊一翁连遭戏弄 怒火大志 向谷主攻身说道 师父 弟子今日不能再以敬客之力待人了 杨过甚是奇怪 这矮子年纪比谷主老得多 怎得称他师父 那谷主微微点头 左手清白 樊一翁挥动肛杖 呼的一声 往萧香子座椅上横扫过去 他身子虽矮 却是神力惊人 这重于百斤的肛杖挥将出来 风声甚是尽其 杨过等 虽与萧香子等同来 但他真正功夫到底如何 却也不甚了然 当下 凝神观看二人拼斗 眼见的肛杖 离一脚不到半尺 萧香子左臂垂下 竟然伸手去抓杖头 同时剪刀张开 又去剪对方长须 樊一翁怒急 心想 你竟如此小觑于我 脑袋一侧 长须甩开 钢杖却仍往他手上扫去 这一下 正好击中他的手掌 众人疑的一声 同时站起 君想 这一下肛杖子手掌定受重伤 樊一翁却感钢杖 犹如积在水中 柔弱无误 心之不妙 急忙收杖 那只肖乡子手腕抖翻 已然抓住了杖头 樊一翁只觉对方立即向里拉脱 当下将钢杖向前急送 这一挺力道威猛 眼见肖乡子非离已不可 不料他突然间又是连人带已的乐器 向左一让 钢杖 瞪时落空 但他手指却也不得不放开了杖头 樊一翁左手在头顶一转 钢杖打个圈子 往敌人头上挥击过去 肖乡子有意卖弄 连人带矣的跃高杖去 竟从钢杖之上跃过 众人见他这手功夫既奇特又清洁 虽身在矣中 实语空身无疏 都是不自禁的喝了一声财 樊一翁见对手功夫如此高强 全神接战 将一根钢杖使得呼呼风响 心知要打中他身子大是不易 但若打碎他的座椅 也是占了先招 那只肖乡子的武功 竟而神出鬼没 右手剪刀忽张忽和 不住的往他长胡子上招呼 左手却使出擒拿手法 承吸夺他钢杖 二人在大厅中翻翻滚滚 转瞬间斗了数十和 似乎是旗鼓相当不分胜败 其实肖乡子身不离矣 全部将对手放在眼里 法王等心中暗精 瞧不出这僵尸般的怪物 竟有这等了不起的手段 又斗树河 樊一翁的钢杖 尽是着地横扫的招数 肖乡子连人待矣的纵月闪避 只听一脚呼上呼下 灯灯乱响 越来越快 谷主呼的叫道 别打椅子 否则你对付不了 樊一翁一睁 瞪时醒悟 他坐在椅上 我才勉强与他站成平手 若是他双脚着地 只怕用不了几招 我胡子就给他捡去了 突然杖法一变 狂舞集灰 但见一团荧光之中 裹着个长胡子的绿袍矮子 荧光之外 却是一个僵尸般的人形 坐在椅中跳蹦不定 循世罕见奇观 那谷主瞧出萧香子存心戏弄 再逗下去 樊一翁定要吃亏 当下缓步离席 说道 一翁 你不是这位高人对手 退下吧 樊一翁听到师父吩咐 大声答应 是 钢杖一听 正要收招月开 萧香子叫道 不行 不行 身子李椅飞起 往他钢杖上直扑下去 只听嘎啦一响 一张椅子 瞪是被钢杖打得粉碎 杖身 却已被萧香子左手抓住 左足踏定 同时大简张开 已将樊一翁 盒下长须加入任口 只需捡刀一盒 这从美然就不保了 哪知道樊一翁 留下这把长长的胡子 其实是一件 极厉害的软冰刃 用法与软鞭 云扫 链子锤是同一的鹿子 只见他脑袋微晃 胡子倒卷 早已脱出剪口 反过来卷住剪刀 脑袋向后一仰 一股大力 将剪刀往上扯夺 萧香子大叫 哎呀老矮子 你的胡子还真是厉害 我萧香子可服了你了 一个长须缠住剪刀 一个左手抓住钢杖 一时纠缠不绝 萧香子哈哈大笑 只叫有圈 有圈 突然 大门口灰影晃动 一条人影 训绝异常的抢将进来 双掌齐出 突往萧香子背后推去 谷主喝倒 是谁 眼见这一下偷袭又快又猛 势必得手 萧香子左掌放账回转 往敌人肘底一拖 历时便将他掌力化解了 那人怒道 贼死鸟 跟你拼个你死我活 杨过等向他望去 惊奇不已 同声叫道 萧香子 原来这进门偷袭的人 却也是萧香子 何以他一人化二 又何以他向自己的化身袭击 众人一时都是茫然不解 再定神看时 与樊一翁纠缠的那人 明明穿着萧香子的服色 衣服鞋帽 半点不错 脸孔虽然也是僵尸一般 面目却与萧香子原来的相貌 全然不同 后来进听那人面目是对了 却穿了谷中众人所服的绿衫绿裤 只见他双手犹如鸟爪 又向拿剪刀的萧香子背心抓去 叫道 失案算的 成什么英雄好汉 樊一翁抖剑来了个帮手 那人穿的虽是谷中服色 却非相识 微感惊讶 措杖退在一边 但见两个僵尸一般的人 拼拼砰砰 斗在一起 杨过此刻早已猜到 持剪刀那人定是偷了自己的人皮面具 戴在脸上 又调换了萧香子的衣衫 混到大厅中来胡搅 只因萧香子平时的面相 就和死人一般 初时谁都没瞧出来 杨过虽然时戴人皮面具 但戴上之后的相貌如何 自己却是不知 成英戴了面具的模样 他又不敢多看 竟被这人瞒过 他凝神看了片刻 认明了持剪刀那人的武功 叫道 周伯通 还我的面具剪刀 说着 月道听心 伸手去夺他手中大剪 原来此人正是周伯通 他一个没留神 给绝情谷的四弟子用渔网擒住 但他神通广大 四人微疏忽 历时被他破网逃出 他躲在山石之后 存心要在谷中闹个天翻地覆 却见杨过等一行六人到来 道德晚间 他按时偷袭 点了萧香子的穴道 将他移出石屋 除了他衣服自行穿上 只因他轻功了得来去无踪 萧香子固然在睡梦中着了他的道 连法王等也是浑然不觉 周伯通换过衣服之后 回到石屋中在杨过身盼卧倒 顺手偷了他背囊中的剪刀与面具 刺沉 众人行转 竟然均未发觉 萧香子学到背点 盲韵内力自通 但周伯通点学的手法厉害 直至三个时辰之后 四肢方能运转如意 那时 他身上只剩下贴肉的短衫小衣 自是恼怒已急 见到谷中一个绿山子弟走过 立即将之打倒 换了他的衣裤鞋袜 赶到大石屋中来 只见一人穿了自己的衣服 正与樊一翁恶斗 当真是怒不可遏 连挥双掌 恶狠狠地向他扑击 周伯通见杨过上来抢夺剪刀 当即运起左右护脖之际 左掌忽声忽缩 对付杨过 右手剪子或开或合 却将萧香子逼得不敢近身 那大剪刀张开来时 剪刃之间相聚二次来长 若是给他夹中头颈 收尽一盒 一个脑袋瞪时就得和脖子分了家 萧香子虽然狂怒 却也不敢轻率冒进 公孙谷主当见周伯通与樊一翁相斗之时 已是暗中惊佩 待见他双手分斗二人 宛然便是一人化身为二一般 自己所学的一门阴阳双刃功夫 与之略有相似之处 可怎能当真如他这般一心二用 又见萧香子双爪如铁 出招狠辣 杨过却是风仪闲雅 滋形端立 举手投足间 飘飘有出尘之响 寻思 天下之大 能人辈出 两个老儿固然了得 这少年功力虽浅 手法拳脚 却也秀起得紧 当下朗生说道 三位且请助手 杨过与萧香子同时向后跃开 周伯通拉下人皮面具 连剪刀向杨过制去 叫道 玩的够了 我去也 双足一蹬 急往梁上窜去 谷中弟子见他露出本来面目 无不哗然 公孙绿鹅叫道 爹爹 别是真老头 周伯通横其梁上 哈哈大笑 乌梁离地又三丈来高 听众虽然好手甚多 但要这般一跃而上 却均自愧不能 樊一翁是觉醒谷的掌门大弟子 年纪还大过谷主 谷中除谷主之外 数他武功第一 今日连遭周伯通戏弄如何不怒 他身子矮小 惊于攀缘之术 身形纵起 已抱住了柱子 由此猿猴般爬了上去 周伯通最爱有人与他胡闹 眼见樊一翁爬上凑圈 正是投其所好 不等他爬到梁上 以伸出手来相接 樊一翁哪知他存的是好心 见他右手伸出 便伸直直戳他腕上大林雪 周伯通手腕上微有知觉 立即避住穴道 放松肌肉 樊一翁这一指犹如戳在棉花之中 急忙缩手 周伯通手掌急翻 在他手背上啪的打了一下 声音极是清脆 叫道 一罗麦二罗麦 哥哥弟弟拍大麦 樊一翁怒急 脑袋一晃 长须向他胸口急甩过去 周伯通听得风声尽急 左足一撑 身子荡开 左手攀住横梁 全身悬空 就以大秋千般来回摇晃 萧香子心知樊一翁绝非他的对手 纵然自己上去联手而斗 也未必能胜 转头向尼摩星和马光左道 尼玛二兄 这老二将咱们六人全部瞧在眼内 实是欺人太甚 尼摩星性子暴躁 受不得机 马光左脑筋迟钝 是非不明 听他说将咱们六人全部瞧在眼内 直到当真如此 齐声怒吼 纵身跃下横梁 去抓周伯通的双脚 周伯通左一脚 右一脚 踢向马尼二人手掌 萧香子向尹克西冷冷的道 尼兄 你当真是袖手旁观吗 尹克西微微一笑 说道 萧香兄弟贤上 小弟愿父继伪 萧香子一声怪笑 四座声寒 突然跃降起来 但见他双膝不弯 全身僵直 双臂也笔直的前身 向周伯通小腹抓去 周伯通见他双爪袭道 身子呼缩 如离弩般卷成一球 抓住横梁的左手换成了右手 萧香子双爪落空 在空中停留不住 落了下来 他全身 油自一根硬直的木材 足底在地下一灯 又窜了上去 樊一翁在横梁上 挥须横扫 萧香子 尼摩星 马光佐三人 此起彼伏 此落彼起 不住高月养功 尹克西笑道 这老儿果真身手不凡 我也来赶个热闹 身手在怀中一叹 陡然间满听珠光宝气 金灰耀眼 手中已多了一条软鞭 这软鞭 以金丝银丝搅旧 镶满了朱玉宝石 如此豪阔滑贵的冰镇 武林中只怕就此一箭而已 金丝珠鞭 霞光闪烁 向周伯通小腿缠去 杨过桥的有趣 心想 这五人个性神通 围攻老顽童 我若不出其至圣 不足成能 心念一动 将人皮面具戴在脸上 学着萧香子般怪叫一声 拾起樊一翁抛在地下的钢杖 一撑之下 便已借力跃在半空 钢杖本有一仗有余 再加上这一撑 他一与周伯通齐头 大叫 老顽童 看剪 大剪刀往他白胡子上剪去 周伯通大喜 侧头避过剪刀 叫道 哎 小兄弟 你这反而有趣的紧 杨过道 老顽童 我没得罪你啊 干嘛开我玩笑 周伯通笑道 有来有往 你半点也没吃亏 反而占了便宜 杨过一争 道 什么有来有往 周伯通笑道 线下我要卖狗关子 不跟你说 眼见尹克西的金丝边击道 当即伸手抄去 尹克西软边袭道 欲戴反击对方背心 身子 却已落了下去 周伯通道 你这根死赤链蛇 花花绿绿的 倒也好玩 此时 樊一翁的长须 也已挥将过来 他双手攀住横梁 全凭一把胡子击底 周伯通笑道 大胡子原来还有这用处 学他模样 也将河下长须 甩将过去 但他胡子 既远叫樊一翁的尾短 又没在胡子上练过功夫 这一甩全部管用 刷的一下 却给对方胡子打中了脸颊 脸上邓石起了丝丝红痕 热辣辣的好不疼痛 若非他内力深厚 邓石就会晕去 老顽童吃了一下苦头 却不恼怒 对樊一翁反大声钦佩之意 说道 长胡子 我的胡子不及你 我认输 咱们不必比了 樊一翁一招得手 却是见好不收 又是一胡子甩将过去 周伯通不敢再用胡子去和他对战 左手使出空明拳拳招 虚飘飘的挥拳打出 拳风推动樊一翁的胡子向右甩去 侍逢马光左纵身公道 长胡子正好扶在他的脸上 马光左双眼被遮 两手顺势抓住胡子 樊一翁的胡子本来书卷自如 但被周伯通的掌风记得失去空纵之力 竟然落入马光左掌中 他一惊之下 用力夺回 却被马光左使出蛮力 抓住了牢牢不放 身子下落时顺势一拉 二人一起摔下地来 马光左皮粗肉厚 倒也不怎么疼痛 樊一翁摔在他的身上 怒道 你怎么了 还不放手 马光左摔得虽然不痛 给这矮子双足再小腹一撑 却有点经受不起 也是怒气勃发 喝道 我偏不放 瞧你怎么 说着 手腕急转 竟将他胡子在臂上绕了急转 樊一翁劈面一掌 马光左侧头臂上 哪知对方这掌却是虚招 左手砰了一拳 正中鼻梁 马光左哇哇大叫 回击一拳 说到武功 原是樊一翁高出甚多 苦在胡子缠于敌臂 难以转头 这一拳竟也被他击中拳骨 一高一矮 便在地下乒乒乓乓的打僵起来 樊一翁虽然在上 却拖不出对方纠缠 金轮法王见听上乱成一团 自己六人同来 已有五人出手 仍然奈何不了一个老顽童 未免脸上无光 苍朗朗两声响亮 从怀中取出一个银轮 一个铜轮 一个自左至右 一个自右至左 化成两道弧光 向周伯通习去 双轮在空中当当即响 声势惊人 周伯通不知厉害 说道 这是什么东西 伸手去抓 杨过大叫 抓不得 挥手将钢杖制了上去 当的一声巨响 又粗又长的一根钢杖 给同轮机的直飞到墙角 打得石墙火光四剑 石屑纷飞 同轮回飞过来 法王左手一拨 轮子又急转着 向横梁上旋去 这么一来 周伯通才知这个和尚甚不好惹 心想 他们众人联手 自己抵挡不了 一个筋斗翻下地来 叫道 各位请了 老顽童失陪 赶名 咱们再玩 说着 奔向厅口 却见四个绿山人 张着一张鱼网拦在门前 周伯通吃过这鱼网的苦头 叫道 哎呀不好 纵身欲从东窗越出 眼看绿影晃动 又是一张鱼网照向过来 周伯通越回听心 只见东南西北四方 均是有四名绿山人 张开鱼网挡住去路 周伯通又急越上横梁 一招冲天掌 在屋顶上打了个大洞 但要从洞中钻出 一抬头 却见上面也照了一张鱼网 他无路可走 翻身下地 指着谷主笑道 黄脸皮老头 你留住我干嘛呀 要我陪你玩耍吗 公孙谷主淡淡地道 你只需将取去的四件物事留下 立时放你出谷 周伯通其道 哎 我要你的臭东西有什么用 就算本领练到如你这般 好稀罕吗 公孙谷主缓缓走到听心 又袖扶了扶身上的灰尘 左袖又扶了一扶 说道 若非今日我大喜的日子 便得向你领教几招 你还是留下谷中之物 好好地去吧 周伯通大怒 叫道 这么说 你硬栽我偷了你的东西了 呸 你这穷山谷中能有什么宝贝了 说着便解衣服 一件件地脱降下来 手脚极其快捷 片刻之间以赤条条的除的精光 公孙谷主连声贺阻 他哪里理睬 将衣裤里里外外翻了一转 果然并无别物 听上众女弟子均敢狼狈 转过了头不敢看他 这一下却也大出谷主意料之外 他书房 单房 织房 建房中 每处失去的物事都甚要紧 非追回不可 难道这老顽童当真并未偷去 他正字陈寗 周伯通拍手叫道 瞧你年纪也已一大把 怎地如此为老不尊 说话口不择言 行事颠三倒四 在大厅广众之间作词丑事 岂非笑掉了旁人牙齿 他这几句话 其实正该责备他自己 不料却给他抢先说了 只听得公孙谷主啼笑皆非 倒也无言可对 见樊一翁与马光佐 物资在地下缠打不休 于是喝道 一风起来 别再跟客人胡闹 周伯通笑道 长胡子 你这脾气我很喜欢 咱二老大可娇娇有啊 其实樊一翁一声端眼稳重 今至于马光佐撕打时是迫不得已 他早已数次遇待战起 苦于胡子给对方缠在手臂之上 无法脱身 公孙谷主眉头微皱 指着周伯通道 说到在大厅广众之间 形势惹人耻笑 只怕还是阁下自己 周伯通道 呃 我赤条条从娘肚子中出来 见下赤身裸体清清白白 有什么不对了 你这么老了 还想娶一个美貌的闺女为妻 嘿嘿 可笑啊 可笑 这几句话 游似一个大铁锤般打在谷主胸口 他焦黄的脸上掠过一片红巢 半嗓说不出话来 周伯通叫道 哎呀 不好 没穿衣服只怕着凉 突然向厅口冲去 厅中四个绿山弟子只见人形一晃 急忙移动方位 四下里都将上去 将他裹在网中 只觉他在网中猛力挣扎 四人将鱼网四脚截住 提到谷主面前 那鱼网是极坚韧极柔软的金丝铸成 既是宝刀宝剑 也不易切割得破 四人兜网的手法十分奇特迅捷 交叉走位 遮天蔽地的洒将过来 纵是极强的高手 也难应付 所差的是必须四人共识 若是单打独斗 就用他不着 四人一兜成功 大是得意 却见谷主注视鱼网 脸上神色不善 急忙低头看时 邓石吓得出了一身冷汗 七手八脚解开金丝网 放出两个人来 却是樊一翁与马光祖 原来周伯通脱光了衣服 谁也没防他竟会不穿衣服而猛地冲出 他身法奇快 兜手抄起地下正字缠斗的樊马二人 丢入网中 乘着四弟子急收鱼网 他早已窜出 这一下虚虚实实 声东击西 端地是神出鬼没 老顽童这么一闹 公孙谷主故事脸上无光 连金轮法王等也是心中有愧 君想 自己网成武林中的一流好手 和这许多人之力 尚且擒不住这样疯疯癫癫的一个老头 也算得无能之志了 只有杨过 甚感欣喜 他对周伯通极是佩服 心想 他若失手被擒 我定要设法相救 现下他能自行逃脱 那就再好也没有了 法王本拟查查这谷主是何来历 但经周伯通一阵捣乱 觉得再担下去也无意味 与萧香子尹克西两人悄悄议论了几句 站起身来拱手道 吉蒙谷主盛情 后裔相待 本该多所讨教 但因在下个人身上有事 就此别过 公孙谷主本来疑心这六人与老顽童是一路的朋友 后见萧香子与他性命相搏 法王尹克西 杨过 尼摩星 马光佐各失绝技攻打 倒是颇有相助自己之意 于是拱手道 小弟有一件不情之情 不知六尾能与辅云否 法王道 但教理之所及 当得效劳 谷主道 今日午后 小弟续闲行礼 想去各位大驾观礼 这山谷辟出穷乡 数百年来外人罕至 今日六位贵客同时降临 也真是小弟三生有幸了 马光佐道 有酒喝吗 公孙谷主待要回答 只见杨过双眼睁睁地瞪视着厅外 脸上神色古怪 以及似是大欢喜 又似是大苦恼 众人均敢诧异 顺着他目光瞧去 只见一个白衣女郎 缓缓地正从厅外长廊上走过 淡淡阳光照在他苍白的脸上 清清冷冷 阳光似乎也变成了月光 他睫毛下泪光闪烁 走的几步 泪珠就从他脸颊上滚下 他脚步轻盈 身子便如在水面上漂浮一般掠过走廊 始终没向大厅内众人瞥上一眼 杨过好似给人点了穴道 全身动弹不得 突然间大叫 咕咕 那白衣女郎已经走到了长廊尽头 听到叫声 身子剧烈一震 轻轻地道 顾儿 顾儿 你在哪 是你在叫我吗 回过头来 似乎在寻找什么 但目光茫然 游似身在梦中 杨过从听上急悦而出 拉住了他手 叫道 姑姑 你也来了 我找得你好苦 接着 哀悠一声 却是手指上被情花小刺刺伤处 目的里剧痛难当 那白衣女郎啊的一声大叫 身子颤抖 坐倒在地 合了双眼 似乎晕了过去 杨过叫道 姑姑 你 你怎么了 过了半晌 那女郎缓缓睁眼 站起身来 说道 阁下是谁 你对我是怎声称呼 杨过大师已经向他宁目望去 却不是小龙女是谁 忙道 姑姑 我不是顾儿啊 怎 怎的你不认得我了 你身子好吗 什么地方不舒服 那女郎再向他望了一眼 冷冷的道 我与阁下素不相识 说着 走进大厅 走到公孙 公孙 谷主身旁坐下 杨过奇怪之急 迷迷往往的回进厅来 左手扶住一背 公孙 谷主一直脸色漠然 此时不自禁的满脸喜色 举手向法王等人道 他便是兄弟的新婚夫人 以责定今日午后行礼成亲 说着 眼角向杨过淡淡一扫 似怪他适才行事莽撞 认错了人 以致令他新夫人受惊 杨过这一惊更是非同小可 大声道 姑姑 难道你 你不是小龙女吗 难道你不是我师父吗 那女郎缓缓摇头 说道 不是 什么小龙女 杨过双手捏拳 指甲伸陷掌心 脑中乱成一团 姑姑恼我不肯认我 只因咱们身处险境 她故弄玄虚 她像我义父一样 什么事都忘记了 可是义父仍然认得我呀 目非世间 真有与她一模一样之人 只说 姑姑 你 我 我是过儿啊 公孙谷主见她师太 微微皱眉 低声向那女郎道 刘妹 今日奇奇怪怪的人真多 那女郎也不踩她 慢慢斟了一杯清水 慢慢喝了 眼光从金轮法王起 逐一扫过 却避开了杨过 没再看她 众人淡见她衣袖青颤 杯中清水泼了出来 见上她衣衫 她却全然不绝 杨过心下慌乱 彷徨无忌 转头问法王道 我师父和你比过五的 你自然记得 你说我 我认错人了吗 当着女郎静听之时 法王早已认明她是小龙女 然而她却对杨过毫不理睬 心想定是这对少年男女闹什么别扭 于是微微一笑 说道 我也不大记得了 小龙女与杨过联手使御女塑心剑法 令她遭受生平从所未有之大败 她想 倘若这对男女 与与反目 与自己实施大有好处 何必祝他们和好 杨过又是一个 随即会议 心下大怒 你这和尚可以太野歹毒 当你在山顶养伤之际 我处理助你 此时你却来害我 恨不得历时便杀了他 金轮法王见他失魂落魄 眼中却露出恨恨之意 寻死 他对我也怀恨在心 留着这小子总是后患 今日他方寸大乱 时时除他的良机 拱手向公孙谷主笑道 今日喜逢谷主大喜 自当官礼道贺 只是老那和这几位朋友 为邪博礼 为免有愧 公孙谷主听他说 肯留下参与婚礼 心中大喜 对那女郎道 这几位都是武林高人 只需请到一位 已是莫大荣幸 何况请到了 请到了 他本想说六位 但觉杨过少年轻浮 是才见他与周伯通动手 姿势虽然美观 功力却是平平 料想武学修为华而不实 不能将他列于武林高人之术 但若将他除外 而只说五位 未免又过于着气 唯一愁愁 接口道 请到了这众位英雄 就没接下文 法王暗想 这谷主气派严然 瞧他不予往勤拿老顽童的阵势 武功谋制都是了得 可是气量却小 杨过与小龙女说了这几句话 他就耿耿于怀 公孙谷主道 柳妹 这位是金轮法王 一个个的说下去 最后说了杨过姓名 那女郎听到个人名号时 指指微微点头 脸上木染 似对一切全不迎怀 对杨过却是连头也不点 眼睛向着听外 杨过满脸仗着通红 心中已如翻江倒海一般 公孙谷主说什么话 他半句也没听见 尼摩兴 尹克西等 本来不知他的渊源 直到他认错了人 以致有愧于心 公孙绿鳄站在父亲背后 杨过这一切言语举止 却没半点漏过他的耳目 镜子思量 尘尖他手指给情花刺伤 极遭相思之痛 瞧他此时情状 难道我这新妈妈 便是他意中人吗 天下事怎能有如此巧法 莫非他与我这些人到谷中 是是为我新妈妈而来 侧头打亮的新妈妈时 见他脸上竟无喜悦之意 亦无娇羞之色 实不似将作新嫁娘的模样 亲下更是犯疑 杨过胸口闷塞 如欲窒息 随即转念 姑姑既然执意不肯认我 料他来另有图谋 我当别寻途径 是他真相 于是站起身来 向谷主一一 朗声说道 小姿有位尊亲 与这位姑娘容貌及时相像 事才不查 竟止误认 还请误罪 公孙谷主听到他这几句话 雍容有理之言 历史改言相像 还了一意 说道 认错了人那也是常情 何怪之友 只是 顿了一顿 笑道 天下竟然另有一个如他这等容颜之人 那不仅巧合 也是奇怪之极了 言下之意 自是说普天之下 哪里还能有一位这般美貌的女子 杨过道 是啊 小子也是十分奇怪 小子貌美 请问这位姑娘高兴 公孙谷主微微一笑 道 他姓刘 尊亲 可也姓刘 杨过道 那倒不是 心下琢磨 姑姑干嘛要改姓刘 突然心念一动 为的是我姓杨 念头这么一转 手指上又剧痛起来 公孙绿鳄见他痛楚神情 甚有怜惜之意 眼光始终不离他的脸庞 公孙谷主向杨过凝视片刻 又向那白衣女郎望了一眼 只见他低头垂眉 一声不响 心中起疑 又想 刚才他听到这小子呼唤 我隐隐听到他似乎说 孤儿 孤儿 你在哪儿 是你在叫我吗 莫非他真是这小子的鼓鼓 却何以不认他 但要出言相寻 但想眼下外人众多 此事待婚礼之后 慢慢再问不迟 于是话到口边 却又缩回 杨过又道 这位柳姑娘 自非在谷中逝居的了 不知谷主如何与他结识 古时女子本来绝不轻易与外人相见 成亲即日更加不会见客 但金轮法王等 或是西域湖人 或为江湖一流 绝不拘泥俗里 见那白衣女郎出来也不足为奇 只是觉得他于良辰即日 物字全身搞素 未免他也不伦不类 听到杨过询问谷主 与他结识的经过 涉及旁人私情 却均决不免过分 公孙谷主却也正想获知 他未婚夫人的来历 心道 这小子真的认识柳妹 也未可知 说道 杨兄弟所料不差 半月之前 我到山边采药 遇到他卧在山脚之下 身受重伤 气息奄奄 我一夹探视 知他因练功 走火入魔 于是就到谷中 用家传灵药 助他调养 说道相识的姻缘 时是出于偶然 法王插口道 这正所谓千里姻缘 一现千 想必柳姑娘 有始感恩图报 尾身一事了 那真是郎才女貌 家偶天成 他这番话似是奉承谷主 用意却在刺伤杨过 杨过一听此言 果实脸色大变 全身发颤 突然间猴头微甜 一口鲜血喷在地下 那白衣女郎见此情状 颤声道 你 你 急忙站起 伸手欲扶 但终于强自忍住 跟着也是一口鲜血 吐在胸口 白衣上赤血奄然 这柳姑娘正是小龙女的化名 她那晚在客店中听了黄蓉一席话后 心想 若与杨过结成夫妇 累得她终身受世人轻视唾骂 自己于心不安 但若与她常在古墓中厮守 日子一久 她定会闷闷不乐 左思右想 长夜盘算 终于硬气心长 悄然离去 但她对杨过时是情深爱重 如此毅然隔绝 时系出于一片爱她的深意 心想 若回古墓 她必来寻我 于是独自举举凉凉的在旷野穷谷之中漫游 一日独坐用功 猛地里情思如潮 难以克制 内息突然冲突境脉 引得旧伤复发 若非公孙谷主路过将她救起 已然命丧荒山 公孙谷主失偶已久 眼见小龙女秀丽娇美 时是生平所难想象 不由的在旧人的心意上 又加上了十倍殷勤 其实小龙女心灰意滥 又想此后独居 定然管不住自己 终不免重蹈覆辙 又会再去寻觅杨过 遗害于她 见公孙谷主情意缠绵 吐露求婚之意 当即忍心搭允 心想 此后既为人妇 与杨过这番孽缘 自是一刀两断 兼知这幽谷外人罕至 料得此生与她万难相见 岂知老顽童突然出来捣乱 竟将她引来谷中 小龙女此刻陡然与杨过相逢 当真是柔长白转 难以自己 心想 我既引大云 嫁与旁人 还是装作不实的她 任她大怒而去 终身恨我 以她这般才貌 何愁无淑女佳人相陪 如此我虽伤心一事 却免得她日后受苦了 因此眼见杨过情极难过 她总是漠然不理 但心中凄测 越来越是难忍 目的里见她呕血 又是怜惜又是伤痛 不由的热血逆涌 喷降出来 她脸色惨白 摇摇晃晃的 带要走入内堂 公尊谷主忙道 快坐着别动 莫震动了经脉 转过头来 向阳过道 你出去吧 以后可永远别来了 阳过热泪盈眶 笑小龙女道 姑姑 倘若我有不适 你尽可打我骂我 便是一箭将我杀了 我也甘心 可是你怎能不认我呀 小龙女低头不语 轻轻咳嗽两声 公尊谷主见她 激得小龙女吐血 早已恼怒异常 总算她涵养功夫极好 却不发作 低沉着嗓子道 你再不出去 可莫怪我手下无情 阳过双目凝视着小龙女 哪里去理睬这谷主 哀求道 姑姑 我大雨一生一世 在谷牧中陪你 绝不后悔 咱们一起走吧 小龙女抬起头来 眼光与她相接 只见她脸上深情无限 愁苦万种 不由的心中摇动 心道 我这就随着她 但立即想到 我与她分手 又非出于一时义气 好好恶恶 前后以思虑周响 眼下若无一时之人 日后以她终身之患 于是将头转过 长叹一声 说道 我不认得你 你说些什么 我全部明白 你好好地走吧 这几句话说得有气无力 可是言语中充满着柔情秘义 除了马光佐是个浑人 全无知觉之外 听上人人皆知 他对杨过实怀深情 这几句话乃是违心之言 公孙谷主不由的醋意大发 心想 你虽与我婚事 却从未对我说过半句如此深情的言语 侧目瞪了杨过一眼 但见她眉目清秀 英气勃勃 与小龙女却是一对少年碧人 寻辞 瞧来她二人定是一对情侣 只因有甚言语失和 柳妹才奋而云我婚事 实则对这小子全对忘情 姑姑师父什么的 定是她二人评做调情时的称谓 这小子年纪比柳妹大着几岁 怎能当真叫她姑姑师父 想到此处 目光中更露愤恨之色 樊一翁对师父最是忠心 见他一直孤寂寡欢 常盼能有什么法子为他解闷才好 日前见师父救回一个美貌少女 而这少女又允下嫁 他心中的喜欢几乎不逊于乃师 此时突见杨过出来阻挠 引得新师母呕血 师父却是一再忍耐 于是挺身而出 厉声喝道 静杨的小子 你时序就快走 我们谷主不惜你这等无礼的宾客 杨过听而不闻 对小龙女柔声诱道 姑姑 你真的忘了过儿吗 樊一翁大怒 伸手往他背心抓去 想抓着他身子甩出厅去 杨过全心全意与小龙女说话 一切全是指之度外 直到樊一翁手指碰到背心 这才惊觉 急忙回缩 对方五指抓空 只听吃的一响 背上衣服给抓出了一个大洞 杨过一再哀求 见小龙女始终不离 心中越来越急 若是在古墓之中或无人之处 自可慢慢求恳 偏生大厅上有这么多外人 而樊一翁又来贺骂动手 满腔委屈 邓时尽数要发泄在他身上 回头贺道 我自与我顾说话 又干你这矮子什么事了 樊一翁大声贺道 谷主叫你出去 永远不许再来 你不听吩咐 莫怪我手下无情了 杨过怒道 我偏不出去 我姑姑不走 我就在这里待一辈子 就是在我死了 尸骨化成灰 也是跟着他 这几句话 自是说给小龙女听的 公孙谷主偷瞧小龙女的脸色 只见他目中泪珠滚来滚去 终于忍耐不住 一滴滴的溅在胸口鲜血之上 他又是寒酸 又是担忧 向樊一翁做个眼色 威以白手 叫他猛下杀手 避了杨过 索性断绝小龙女之念 免有后患 樊一翁见到师父这个手势 倒是大出意料之外 他本来只想将杨过逐出谷去 叫他别再啰嗦 也就是了 想不到师父竟会呼下杀人的号令 大声说道 今日虽是师父大喜的好日子 难道我就杀不得人吗 说着眼望师父 公孙谷主又是将手一摆 意思是说 不用顾忌什么极日良辰 尽管毙了这小子便是 樊一翁实际纯钢巨杖 在地下重重顿落 只震得满听嗡嗡发响 喝道 小子 你当真不怕死吗 杨过适才喷了一口血 此时胸头满腔热血滚来滚去 又要夺口而出 古墓派内功十分讲究客气节欲 小龙女的师父传他心法之时 尊尊叮嘱 须得禀绝喜怒哀乐 到后来小龙女克制不住心情 以至数度偶训 杨过受小龙女传授 内功与他路子相同 此时手足冰冷 心想 我就在姑姑面前狂喷鲜血 一死了之 瞧得是否仍不理我 但转念又想 姑姑平时待我何等亲爱 今日之事中间定有别情 多半他受了这贼谷主的挟持 无可奈何 才不敢认我 若我自残身躯 反而难以抗拒 思念极此 雄心大震 决已拼命杀出重围 救护小龙女脱险 当下震慑心神 气沉丹田 将满腔热血缓缓压落 微微一笑 指着梵一翁道 你这死样活气的山谷 小爷要来时 你挡我不住 欲去时 你也别想留客 众人见他本来情状大变 事欲疯狂 突然间气定神闲 军感奇怪 梵一翁先前见到杨过伤心呕血 心中暗暗待他难受 时不欲伤他性命 肛杖摆动 一股疾风带着杨过衣媚飘动 贺道 你到底出不出去 公孙谷主眉头一皱 说道 一翁 你怎得啰嗦个没完没了 凡一翁见师父下了严令 只得抖起肛杖 放杨过脚镜上扣去 公孙绿鳄素质大师兄武艺惊人 虽然身长不满四尺 却是天生神力 武功已得父亲所传十之七八 这柄刚仗下杀毙过不少极凶猛的恶兽 他料想杨过年纪轻轻 绝难敌得过大师兄九九八十一路泼水账法 带得二人交上了手 再要求他就是极难 虽见父亲脸带颜霜 神色极怒 还是鼓足勇气站出来向杨过道 杨公子 你在这里多担无意 又何苦枉字送了性命 语气温柔 充满了关怀之意 法王等一骑向他望去 吾不暗暗称骑 君想杨过和我等同时进骨 却怎地偷偷和这女孩子结下了交情 杨过点头一笑 说道 多谢姑娘好意 你爱不爱用长胡子编个辫子来玩 公孙绿鳄一争 问道 什么 杨过道 我拔下这矮子的胡子送给你玩好不好 公孙绿鳄大惊失色 亲想 这般玩笑也敢开 你当真是活得不耐烦了 绝情谷中规矩极言 他劝杨过这几句话 已是拼着受父亲重重一顿责罚 那只凡尹的他胡说八道 脸上一红 再也不敢接嘴 退入了众弟子的行列 凡一翁身躯矮了 对自己的胡子向来极为自负 听到杨过出言轻薄 猛的抛下肛杖 纵上前来 喝道 好小子 叫你先吃我一胡子 吆喝声中 长须一浮江过去 杨过笑道 老丸童没剪下你的胡子 我来试试 从背囊中取出大剪刀 急向他胡子上剪落 樊一翁胡子直甩 猛往他头顶击落 世道着实伶俐 杨过步子微错 早已让开 剪刀刃口回了过来 咔的一响 双刃合拢 樊一翁大惊 急忙一个金斗翻出 只要持得瞬息之间 一从胡子便全给他剪断了 这一下惊得他非同小可 旁观众人也是不约而同虚的一声低呼 要知杨过请冯墨峰打造这柄剪刀 原意是对付李莫愁的浮沉 李莫愁以一对五毒神掌 一柄浮沉 纵横江湖 云嫂上的功夫何等了得 杨过欲以大剪破 他事先早已细细想过 他浮沉如何卷 大剪便如何刺 浮沉如何鸡大剪又如何佳 岂不料李莫愁并未斗到 竟在这绝情谷中遇上了这一胡子当兵器的矮子 杨过心想 你的胡子空再厉害 也绝强不过李莫愁的浮沉去 当下有恃无恐 手持大剪浊浊浸逼 樊一翁的胡子上已有十余年的功力 因有双掌空着为腹 比之一般软边云嫂更是厉害 只见他摇头晃脑带动胡子 同时催发掌力向杨过急功 适才周伯通以大剪去剪樊一翁胡子 反而被他以胡子卷住剪刀 值得服输 众人见识了周伯通的功夫 君自存 与他相比实是有所不及 那只杨过使开了那把大剪刀 纵横剪夹来去搅武 竟是远胜老顽童的手法 个人无不纳汗 以武技功力而论 杨过与周伯通当然差得甚远 但他事先曾细心揣摩过李莫愁的云嫂功夫 设想了剪刀的招数 而樊一翁的胡子正与云嫂的用法 童小义 他这剪刀使将开来果然是德心应手 大战上风 比之周伯通胡乱拿一柄大剪刀 来全无章法的乱家乱解 自是大不相同 但法王等不知缘由 亲眼见到老顽童将大剪刀交给杨过 料想以周伯通之为人 这把古怪胡闹的兵刃 自然是他意想天开而去打造来的 杨过善于使剑乃法王所诉之 樊一翁数次鲜为剪刀所伤 邓时除了轻视他年少无能之心 招法一变 将胡子捂得团团乱转 四面八方的打将过去 纵机横扫 居然也成招数 杨过廉家数捡 技术落空 又见敌人掌风伶俐 有时胡子是虚招 掌力是使 有时掌法诱敌 却以胡子承袭进攻 虚虚实实的 是武林中前所未见的奇妙功夫 辗转拆了数十招 杨过心想 这谷主阴险狠辣 武功定是远在矮子之上 我不胜其图 焉能敌尸 心中危感焦躁 只是樊一翁的胡子又长又厚 比李莫愁的浮沉长大得多 扑发开来实无破绽 又拆树招 杨过凝神望着对方 但见他摇头晃脑神情滑稽 胡子越是使得及 那颗圆圆的小脑袋 尤其晃动的厉害 陡地心念一动 一想到破法 剪刀咔的一声 月后半丈 叫道 且慢 樊一翁并不追击 道 小兄弟 你去服输 还是快出谷去吧 杨过笑着摇了摇头 道 你这从大胡子剪短之后 要多久才留得回来 樊一翁怒道 那关你什么事 我的胡子从来不剪的 杨过摇头道 可惜可惜 樊一翁道 可惜什么 杨过道 我三招之内 就要将你的大胡子剪去了 樊一翁心想 你和我也斗了数十招 始终是个平手 三招之内想要取胜 那是梦想 怒吼一声 看招 右掌批出 杨过左手斜阁 右肩砸落 击向对方左夹 他身子高 击敌头脸时 剪刀自上而下 樊一翁 侧头闪避 不料杨过左掌跟着落下 劈他又饿 这一臂势道极是凶猛 樊一翁 忙又偏头向左臂上 敌招来得快 他这一篇也是极为迅捷 长胡子跟着甩了起来 杨过的大剪刀早已张开了手在右方 咔的一声 将他胡子剪去了两尺有余 众人啊的一声 吾不大感惊讶 见他果然只用三招 又将樊一翁的胡子剪断了 原来杨过久斗之下 终于发现樊一翁胡子乱甩 脑袋必先向右 胡子上击 脑袋必先低垂 按马自己愚蠢 他胡子长在头上 若要挥动胡子 自然必先动头 我竟然不及其根本 却一味的与他的胡子缠斗 实施大傻蛋一个 心中定下了击手剪须之计 这才生严三招剪他胡子 樊一翁一呆 见自己以半生功夫留起来的胡子 一丝丝落在地下 又是可惜又是愤怒 一个起落将钢杖抢在手中怒喝 金举不拼个你死我活 你休想出德骨去 杨过笑道 我本就不想出去啊 樊一翁刚仗横扫 往他腰里寄去 马光左刚才与樊一翁 撕打两酒 着实吃了亏 这时甚是得意 大声道 老矮子 你相貌本就不美 少了这一大把胡子 那更是怪模怪样之极了 樊一翁听了 咬牙切齿 手上又加了三分劲 杨过与他相斗多时 一直是与他胡子的柔力周旋 不知他屡历如何 见他钢杖挥来 伸出剪刀去一格 只听得当的一声巨响 手臂酸麻 剪刀已给钢杖打得弯了过来 不成模样 就只这么一招 大剪刀已不能再用 旁观众人眼见杨过已然获胜 不料兵刃一变 二人瞪时忧烈一世 樊一翁手持一剑长大沉重的厉害兵刃 杨过却是拿着一堆废铁 公孙绿鹅忍不住叫道 杨公子 你不及我大师兄力大 何必再斗 公孙谷主见女儿一再维护外人 怒气渐盛 向他瞪了一眼 只见他一脸的关切焦虑之状 在向小龙女望去时 却见他神色淡然 就不以杨过的安危迎怀 当即转怒为喜 暗想 原来他对这小子并无情意 否则眼镜他身处险境 何以竟不介意 他哪知 小龙女素之杨过 至极 武功也在樊一翁之上 二人相抖 他是有胜无败 事宜绝不担心 杨过将那扭曲的大剪刀 抛在地下 说道 老樊 你不是我敌手 快快丢下钢杖 投降了吧 樊一翁怒道 你若赢得我手中钢杖 我就一头撞死 杨过道 可惜可惜 樊一翁叫道 看招 一招泰山压顶 钢杖当头击下 杨过侧身闪开 左足已踏住杖头 樊一翁双手挤抖 甩起钢杖 杨过身随杖起 竟给他带在半空 左足却稳稳站在杖上 樊一翁连斗几下 始终未能将他震落 但要倒转钢杖 杨过左足迈出 竟从杖身上走僵过去 这两下怪招在旁人与樊一翁眼中 自是匪夷所思 其实却是古木派武功中 以绝顶轻功破长大兵刃的长法 当年李莫愁在嘉兴破窑外 与五三通相斗 站在他当作兵器的栗树树干上 五三通始终甩他不脱 便是这门功夫 樊一翁一争之际 杨过左足右跨前一步 右足飞起 向他鼻尖踢去 此时樊一翁处境狼狈之急 敌人附身钢杖自己若向后闪开 势必将敌人带了过来 这一脚自是躲避不了 他双手持杖 无法分手招架 而胡子被剪又少了一件防身力气 情急之下 只得抛下钢杖 这才后跃而避了这一脚 当的一响 钢杖一端着地 另一端尚未跌落 已被杨过抄在手中 马光左 尼摩星 小乡子等 齐声喝彩 杨过将钢杖在地下一顿 笑道 怎么 樊一翁 仗红了脸 道 我一时不察 中了你的诡计 心中不服 杨过道 咱们再来过 将那钢杖轻轻抛去 樊一翁伸手去接 那只钢杖飞到他身前 两尺鱼之处 突然向上跃起 樊一翁接了个空 杨过飞身长臂 又抓了过来 马光左等踩声乐响 樊一翁一张脸 更是仗成了紫匠色 金轮法王与尹克希相视一笑 心中暗赞杨过的聪明 昨日周伯通以断毛制人 尽力即发即收 毛头制出后中途变相 此时杨过自是学了他这个法子 只是毛头有四而钢杖为一 钢杖沉重转进不难 杨过此举远叫周伯通为异 但公孙谷主与众弟子不知有此缘由 不免大肥惊诧 杨过笑道 怎么要不要再来一次 樊一翁胡子被剪 钢杖被夺 全是对方用智取胜 要他认输如何肯服 大声说道 你若凭真是本领圣物 自然服你 杨过微笑道 武学之道 以巧为先 你师父头脑不清 教出来的弟子自然也差劲了 我劝你啊 还是改头名师的事 这话自是指着公孙谷主的鼻子在骂了 樊一翁心想 我学意不经 犹如师尊 若是当真不能取胜 今日只有自闻一些师父了 一咬牙 柔身直上 杨过横持钢杖 交在他的手里 说道 这一次可要小心了 若再被我夺来 须悦不得旁人 凡一翁不语 右手牢牢抓住杖端 心道 再要夺得此杖 除非将我这条手臂砍去 杨过叫道 小心了 合身向前扑出 左手已搭住杖头 右手指中指 输得去他双目 同时左足翻起 已压住杖身 这正是打狗棒法的绝招 嗷口夺杖 先两次杨过夺杖 旁人虽敢他手法奇特 但看得清清楚楚 这一次 就连樊一翁也不明其中奥妙 只是眼睛一煞 刚仗又一到了敌人手中 指钦伦法坊 武学深战 又见识过打狗棒法 才知道杨过所使 是这路棒法中的手段 马光左叫道 没胡子的长胡子 这一下你服了吗 樊一翁大叫 他使的是妖术 又非真实武功 我如何能服 杨过笑道 你要怎的才服 樊一翁道 除非你凭真实本领 打倒我 小老儿方肯服输 杨过又将钢杖还他 道 好吧 咱们再试几招 樊一翁对他空手夺杖的 妙术极是忌惮 心想 不论我如何站到上风 他抵挡不住之时 只需突使妖术夺杖 终难胜他 于是说道 我这般长大兵刃 你却空手 就算胜了 你也不服 杨过笑道 你是怕了我空手入白刃的功夫 也罢 我用一样兵刃便是 目光在厅中一转 只见大厅四壁光秃秃的全无尘射 一件可用的兵刃也无 院子中却有两棵大柳树 柳条依依挂绿垂 她向小龙女望了一眼 说道 你要姓柳 我就用柳枝做兵刃吧 说着 纵身入厅 折了一根寸许圆净的柳枝 长约四尺 长短粗细 就与丐帮的打狗棒相似 只是不去柳叶 另增雅致 小龙女心中混乱一片 对日后如何 已是全无主见 杨过在她眼前越久 越是难以割舍 她当时独自凝私 虽与杨过分手即使伤心 但想一了百了 尚可忍得 此刻这个人活生生的来到眼前 但觉她一言一动 一笑一怒 无不令她心动易当 欲待入内不闻不见 却又如何舍得 她低头不语 内心却如千百把钢刀 在搅弯一般